为鼓励民众踊跃搭乘大众运输 云历县府针对101及102公车路线来做优化 除了增加了医院、学校、社区等站点 公车也从原本的单向通车改为双向 并且使用无障碍空间的电动巴士 希望提升民众意愿搭乘的同时 也达到节能减碳的目的 3、2、1、起、动 云林县为高龄化县市 65岁以上长辈更是达到13万人 而为了让高龄长辈可以方便的 使用大众运输工具 云林县政府除了在107年办理市区公车免费计划 这次更是针对101以及102路线来做优化 并且增加医院、学校、社区等公车站点 国内管政府改变的经费 这次的公车路线优化出了将原本的单向通车来改为双向 这次的公车路线优化出了将原本的单向通车来改为双向 让民众可以更加方便来做使用 而且所使用的车辆也都是电动公车 除了方便更是可以达到减碳的效果 那我们今天的一个优化两条10102的一个路线 其实它主要原先是踩单环式绕行的方式 那单环式对路线营运上对部分乘客来说 它的便利性不像我们双向对开来的这么便利 随时找到车班就可以上车 那于是我们就重新调整 那也用之前的一个电子票证的一个实际乘车的一个情况 那去规划出我们新的路线 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 考虑到云林县老年人口较多 在这次101以及102路线所使用的电动公车 也都设有无障碍空间 而且底盘也都较低 方便身体不方便的民众来做搭乘 而县府又来推出敬老卡 义卡通 悠悠卡都可以来免费乘车 无论是低底盘 甚至距离非常低 包括我们的长辈 包括我们身心障碍朋友 上面还有轮椅的这个专区 可以让我们的乡亲事团很方便 你都可以走出来 所以我希望鼓励 我们所有的中华事团 终于要来坐我们的公共巴士 尤其观念观的 你只要拿到我们的敬老卡 一卡通 悠悠卡 终于完全免钱 然后这个电子票券 你坐车 免钱 还可以跑跑跑 经过优化的两条公车路线 除了原本的单向通车 来改为双向 更是增加了十多个站点 不论民众是要去市集 看医生又或者是拜拜 也都更加方便 欢迎大家都可以踊跃来搭乘 介江云林县采访报导